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公众的朋友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 是一位真别别的牙科医师 这个牙医师叫做刘启群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 有人要请他介绍 他有一个组织还是团体 叫做路族会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团体 在做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路族会 在全世界是很出名的 不然台湾可能 没什么人知道也不一定 所以今天白白请他来 跟我们大家介绍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刘医师你好 主持人陈医师你好 刘医师你是哪一个学校毕业 我是台北医学院 台北医学院 几年毕业 我69吧 69 1969 我是 不是1969 是民国69年 那你就1980哦 那你很年轻呢 没有我是 我是 民国63年进北医 民国69年毕业 也对啊 民国69年这是1980年 我是1975 从高雄医学院毕业 所以你减我五岁 你年轻 我看你那样嘴嘴 那样白白 我认为你脖子不好比我资深 但是我们曾经有一起去过 那个屏东的舞台 那时候你是高雄卫生局局长 对 这刘医师是白医病业 所以开始就是做牙医师嘛 对 你牙医师在哪里做 我在新店 新店 对对对 新北市新店 开业到最近也几十年了呢 我超过三十年了 超过三十年了 但是后来就没时间在经测啦 我知道你后来做这路组会的工作 这是料不去的工作 不敢不敢 两名请你好好介绍啦 那你作牙医师 那是怎么想到要来发挥这个路组会 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是说无心插流流成因啦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 这个健保大乱方便 可是在我是民国八十四年开始做的 那那时候没有全民健保 那台湾也许在民国六十几年 那个六十几年开始就经济好转了 可是到了民国八十四年的时候 台湾经济好转的成果 并没有还没有延伸到原乡 就原住民的区域去 比较偏远的乡下 对 医疗还是蛮缺乏的 那我是有一天看到报纸写说 哎呀 新竹的那个尖石箱 医疗很落后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想说 很缺医生啊 他是说 那么医疗很落后啊 那我想说 好啊 那就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时候刚开始是直接的朋友 但是虽然我第一次出去 我想我也必须就是说 可能我们的坚持啦 我即使是第一次出去医诊 那时候 那时候去医诊 对三十年前 不应该二十五年前 二十五年前 那我就是医生 牙医药师检验 护理都有 都有 就是一个team 对对对 那所以说一个完整的 很像就是在医院的一个team 那后来的话 那最近的话 所以去到山上 除了帮他看牙齿 也看其他的科 多多 我从 也可以做检验 对 也有护理人员 对 OK 这是很好的服务 这个就是说 后来我们走到国际上 为什么会受人家欢迎 其实我想国内 已经很多人在做医诊 包括国外的很多法国的我们讲实在话 那在国际上的那种天灾或是怎么样的场合我们会遇到 其实有时候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不到 对 如果从我的角度的话 我可以跟他们讲说 他们都是不太合格 你是最专业的啦 对 可以这样讲 但是他们是 他们也拿到 他们也是世界知名的 拿过世界核心奖那种的 就是人道医疗的奖项 对对对对 有一些组织团体也做很多啦 对 是世界那个核心奖的 对 但是问题就是你一看 他就说 你从医生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医疗的水准的角度 那你这么进步的国家 你去看人家的话 你不能有不同的待遇 对对 那我当时从第一次意思就是说 我即使到你山上去 但是我还是带品地的医疗的水准去 所以才会有 刚刚讲的就是说 医生牙医药师检验护理 那都包括最近都有中医 那等于说我帮你 我就用 连药师也上去了 当然 给药就药师再给 对 这个都是很专举分工 对 那问题是说 很多国家他们也医药分业啦 什么的 可是他们在医生的时候 去到山上做不到啦 做不到 那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到哪里 只要内行人一看到 都很欢迎我们去 所以 当然是他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 但是唯一我们会比较遗憾一点就是 因为我们都是义工 那我想说 可能 所以你第一次 就是去尖石乡 对 尖石乡的星光部落 新光部落 这个去了以后 你的感受 为什么这个事一做做了几十年 那我想说 不简单 我想这也不是我什么了不起 应该是说这些 一群去的这个team的人 因为他们觉得说 很有意义 那很有意义 我就说 那他们说 刘石乡的时候再去 我说下次再来 他说 因为你要知道 当时的台湾的原乡跟你现在看都不一样 那当然 交通比现在不方便 对了 我说 你可能是这样 像清清拆带来一两次 没有 没有 下个月再去 那下个月又去了以后 他们就讲说 哪时候再去 我说要吗 就下个月再去 连续去了两次了以后 前两三次都是当天来回 那就有了医生就在消遣 我说 我就知道 你就是当天来回 你看那时候东部 还有南部 更需要 你都不去 那个不能当天来回 去了就要过夜 那他这一讲了以后 当时还有台湾省 那台湾省的时候 有三地鼓 那三地鼓的编制很小 可是他专门在管台湾 三地乡 三地乡的医疗 我就打电话去说 哪个地方最需要 那他们告诉我 那我就自己就去了 去了解 那了解以后 因为讲实在 其实包括到国外去 所以他一讲可能什么台东 屏东 都一样 只要我第一次去了 我一定亲自跑一趟 然后去了解 最主要去了解 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就是说 交通安全 还有吃住 是是是 对对对 对啊 要过夜一定要有住的地方 对 那早期的话 当然都是借教会啦 或学校 不 应该说 最早期是借教会 后来我们有 发现一个事情 但是我这个没有任何批评 我只是说 我可以观察到现象 因为 在山上这样的话 可能早晚教会 台湾的三地乡 我不晓得 大家对他了解 教会很兴旺啊 对 应该是说 如果比较大的部落 差不多有两三个 两三个教会 跟天主教教会 天主教 长老会 对 安息日教会 对 真耶稣 如果说这部落再大一点 还有真耶稣 对对对 那事实上 就三四个教堂啦 对对对 通常如果小一点的话 大概两个 天主教跟基督教一定可以 一定有 对 那大一点的话 就可能至少有真耶稣 刚刚讲说 三个到四个 是是是 那后来我才知道说 你如果跟这个 这个教会合作的话 另外的教友就不来啦 不来 对 会有排他性啦 对 我 我假设宗教我没有任何 我只是观察到这个现象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去学校 实际状况 对 那学校的话 那最近 这十年来的话 因为台湾的经济发展 就反映在原住民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现在每个 每个部落大概都有活动中心 对对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那就借活动中心 那最好 那最好 对对对 那所以你 一开始事先做这个 台湾的这个原乡啦 就是专门做这个 那做了多久 才会想到去做国外 应该是1999年 马其顿的时候 那那时候的话 因为台湾的当时的新闻 还有国际新闻还很多 不像现在国际新闻很少了 我天天就看他在说 啊 马其顿怎么 因为那是世界焦点嘛 战争嘛 哦 在打战 那我看 战乱 那看了一个礼拜以后 我就觉得说 也许我不能做 刚开始觉得说 我们可能做不到 那后来看了一个礼拜 我想说 也许我做不到很多 但是做一点点应该可以 那我就自己要买 一样 我还想去自己去探路 OK 所以我就买机票 买不到机票 对 因为那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地方是因为给北约 NATO NATO在管制 联合过在北约 NATO在管制 等于说 你只要不是救援的飞机 他不准你降落在那边 哦 当然了 那后来我就找外交部 打算找危险的地方啊 对 那时候外交部的话 没有像现在有 NGO非证组织 他还是国主司 等于说这个事情 还是国主司在管 那时候那个司长是夏立言 那我去找他 那他说好我帮你忙 结果后来他发觉说 也他也帮不上 也弄不到 买不到票 那我就想那就算了 可是过没两天 他有个打电话 电话给我说 欸刘师说我们可以去了 那我说真的吗 他说去可以 真的可以去 因为那时候是因为 我们跟马其顿 刚开始建交 但是这个建交是 我们建交很像是 总理派的 还是国会议长派的 所以我们建交了 今天没多久 可是事实上又很像 又断掉了 又断掉了 那可是那时候 正好有机会了 对那就去了 那后来他部里面 就说好可以去 那问我说多少人 我记得那时候 很像去了37个人 第一批就三十几个啊 对我记得很像37个人 但是等一下 你自己先飞去看 后来没有 因为那个没办法飞去 不能去了 所以后来就 第一批就三十几个去了 对好 那你怎么招兵买马 这三十几个怎么来的 没有啦我想 那时候已经做了四五年了 我想就是说 我从民国八十四年嘛 就1995嘛 那马其顿是1999年 OK 你意思说在台湾岛内 已经做了四五年了 对 所以已经有一批 市中的市中的 对对对对 志工朋友的地方 对对对对 一届的这些朋友 大家都做起兴趣来了啦 对对对 OK 所以第一批 去国外就是马其顿 对 去打战的地方呢 你们那时候也不怕 那我想想一个内幕啦 OK 那这个是 他本来是 我印象里面集合 当然是 不是只有我们去 后来外交部是说 包了一架飞机 那包了一架飞机 然后他说 譬如说假设说 晚上十一点钟 在外交部集合 可是到十二点 到了一点都还没有出发 那我就问夏市长 那时候的夏市长 到底出什么问题 他说 他说 一时 不准我们去 又有状况 一时不准我们去 可是那时候台湾是包飞机 所以他说那时候是 部长 那个是 胡志强 胡志强 外交部部长的时候 他说部长正在找他 国际上的朋友 想办法 那后来 所以你们就在那边stand by 对 但是后来到了一点多以后 我们就出发了 可是后来我才 知道真相 就说飞去了 那我就讲 半路是 当快降落的时候 那一般人 广播说快降落了 那一般人就会去上厕所 对对对 那我们的医务人就会想说 会想会想 我们快被挤落了怎么办 我说干嘛 他说我上厕所 我说我看到窗户外面 后面有两架战斗机 就是把你们监视这样 不是 那我就很紧张 那我就去跟那个 那时候台队是 外交部次长李大为 当时他是李大为 我就跟他讲 他说 他也觉得 真的会这样吗 他马上问了 他说 他说这是NATO 北约派两架 保护的 保护的 对 怕你们被打下来 对对 保护了 然后我们下去了 OK 那下去了以后 那我也很惊醒说 还能听到 那个机场周围有炮声 还有炮声 所以还在内战就对了 对对对 那时候就是很乱 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第一次出国 就是去最危险的地方 对对 那亚洲也是 当时也是亚洲 我们唯一去的医疗团了 对啊 就当时 国际上没有其他队伍 你们从亚洲算第一个队伍去 对对对 那时候不简单 要准你们去 其实我想这个外交部 他们也很努力 好 那这如果站在外交部的角度 后来我才知道包飞机 那后来 最近几年夏立言跟我聊天了 他想说 包飞机是因为 本来是要坐飞机的 那因为你们既然有37个人 那还有其他的媒体 因为等于说 我们要去帮助他们 是 那所以说外交 会找媒体啊 还有一些 一起来 一起过去嘛 他说他几年纪 最基本的三十几个人呢 对对对对 那干脆包飞机了 所以因为这样才包人家飞机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当时在媒体 在他们国内或者在台湾 都有很大的报道 那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 那我就讲个笑话了 当我们去了以后 然后当然是第二天 考察完了以后 但是中间还有些插曲 我想就太长了就不说了 那等于后来指定在 他第一本来我们外交部是希望我们到边境去 可那边境只有一千个病人 那我在我一下飞机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就说啊 跟国际上的组织要开会啊 那那时候我就指我们其中跟去的一个医生说 你再代表我去 那我要去看 我就给当地的那个 他们的当地人说 你带我看 最近有几个难民银他带我去看 那我每一个都看完了以后 那我说 那我们外交部要叫我到哪里 他说本来在一个 山边的大概一千人的难民银 那我回来了以后 我就跟大使讲 我就跟他讲说 这样好了 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地方让我去 那我照去哪个地方 到哪里面去 对 但是因为我说我三十七个人的医药团 那一千个病人 对我们去有点会在浪费 如果就 没错 那一座路就会来去看一看 那结果后来 因为这也是国际上 可能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知道一下 国际上有大的天灾的时候 通常第一个时间到的 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友好的朋友 那这友好的朋友都是军方 因为军方是一个命令 就马上就飞出来 所以我到的时候 我一看 为什么后来本来是一千个 到了会变最大的难民银 那难民最多有四万多个人 那我一去的时候 为什么会知道他让我们去 因为那时候 四万多个比一个乡镇还多 对 那时候最多的时候 那是因为德军 以色列 英国 还有意大利 他们等于说 这些军方的 通常军方大概来 一个礼拜到十天 五天到一个礼拜到十天之间 那国际的民间团体就会来 那这军方就会撤 那他们也听说 也差不多我们去的时候 大概也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 那他们觉得说 那他们要撤了 那他们看所有的民间团 也一样觉得 陆组卫的编制比较大 他就说 那不然你们就不要到一千个人了 到最大来的 刘医师本身是 牙科的医生 不过他现在在国际上是很出名的 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个陆族会 陆地会 这专门在国际上 在做这个人道医疗 他刚才说到第一遍就去马其顿 那时候马其顿在战争 所以要去也不简单 那一月头外文春公 他就要去我们扒出来 我刚才是说 白亚派有一个保护 那之后 他说要去难民营 结果那难民营 竟然有四五万人 这也是真怕人的所谓 好 那刘医师 你在这个难民营在那边 第一次就在那边 你们做了几天的这个服务 当时本来外交部是希望 就是说我们去一个礼拜左右 一个礼拜 那结果后来我们大概去了 大概十一二天吧 十一二天 哇不简单 我印象里面 确确日子我不知道了 三十几个人 几乎每一颗的 很多医护人员都有了 我想这个三十几个 应该对我们而言不是最大团 我们最大团是海地的时候 我们去了六十六个人 海地是那个地震那一次吗 还是地震吗 海地大大地震 对那一次去了六十几个 六十几个 然后是UNSCR 就是那个联合国的 我们台湾翻成成的难民总署 OK UNSCR 还是WHO里面的记录里面说 全世界在当时去 海地最大的民间医疗团 就是陆组会 就是台湾的 对 陆组会 对 那个是外交部在 在海地的那个参事 张台湖告诉我了 他说他有看到这个文件 然后他告诉我 不简单 对对对 不过我们还是把第一次这个讲一下 这个马其顿啊 好啦 你们三十几个人 坐了十一二天 大家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很兴奋的 还是害怕 还是辛苦啊 睡觉睡什么地方 你们也跟人家睡难民营 没有 因为国际上的难民营 可能跟我们想象 我们在台湾看到了 像说天灾的时候 那个样子完全不一样 他们等于都是 联合国在管的 等于说UNS要在管 通常国际上的大的灾害的时候 联合国的UNS要会在主导 他等于说任何一个组织去的话 先跟他报道 他都会按摩 他知道你的人员跟你的能量以后 他会建议你怎么样 OK 那通常有时候会每天开一次会 或有时候两天开一次会 我记得我们刚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所以他刚开始并不邀请我们去 我们要去他也很压 没有要让我们去 对 然后后来有一次不要 因为大概那时候是英军 还是德军 因为他们有来我们的医疗团看 看了以后大概有去跟他们反应 说你们人才很具备 还可以吧 我想签结说还可以吧 对 那结果后来他们就要求我们去了 那因为那时候我们每天就做 就是说疾病分类 那我们每天 因为到即使到现在 即使到现在的话 我到国外的话 每天病人数 我都会统计 都有统计 然后就疾病分类大概也会 大概做一下 都要做基本资料 对 那他等于说就问我们的时候 那我们就派个 我个人没有去 我自己还是在我们医疗团里面 我就派个医生过去 然后过去的时候 然后他一问我 说我们要看了什么 我们就说 我们每天看的病人大概怎么样 有病例资料 他听了以后 他说他反而开始就 每天要我们去 有兴趣了 这一段里面 已经是一个小型医院了 对 他觉得说我们做的 相对的比较完整 对 所以就开始邀请我们去 那你讲说 大家在那边生活怎么样 因为他等于说 早上进去 但是他到晚上 天黑之前 他就请我走 对 那我也在那边讲说 国际上后来很多的 民间医疗团也有去 但是让没有参加过的 这一些我们医疗团 要知道就是说 这些国际上的医疗团的话 也是礼拜六 礼拜天是放假的 OK 那只有我兼职说 我既然来 你们照做 我照做 OK 那照做 那当然说 他们危险性当然有 那因为当时的话 我们政府很像是 买了五台车还是六台车 要送给他们的 送给马区顿 对 那那时候大使就说 先让我们拨用 先让我们拨用 那我 你知道我怎么做 我每一部车上就派一个正驾驶 副驾驶 然后还有一张地图 还有后面就要放一些水跟干粮 我说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谁也保护不了谁 我们就往 我觉得他的 等于说 如果是说战争在北部 就往南部 就往南部走 那南部那个国家 我记得也就是罗马尼还来 我说不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反正开着车往南部走 各种各的 找好人用的 对 所以你们团圆 大家要出去 其实也都有一点心理准备 对呀 就是可能会有危险 这个正在交战的难民 对呀 心里都会知道 我们看那个什么 吴江界医师组织的 那个医生 有时候也被杀掉 那个在打战的地方 有时候会被杀掉 那个有时候炸弹 那种你都会被炸掉 那这个我实在是不好讲了 这个我不好讲 因为每个人的风格 譬如说阿富汗战争的时候 我们很多医生 都要说要去 但是我就说 那是军人的 军医的事情 对对对 太危险 我说 如果我亲自带你们去 我还可以考虑 可是我对不起 我说我现在小孩子 那时候小孩子 还有父母在的话 我没办法 也不能冒这个险 我不能冒这个险 我既然不能冒这个险 我就不能让你们去冒险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说 安全很重要 对 我知道有危险 除非我带你们 如果我没办法带你们 我不希望你们去 所以你看你从1995 做到现在 这样已经有 刚好嘛 25年 25年了 都没出过事了 这个要打自己的嘴巴一下 有没有出过状况 没有 那我也可以讲 在泥泊尔地震的时候 那当地政府有跟我讲说 对面身上 那本来 那边地方的话 因为它是在山区 然后对面的话 那边没有医疗资源 然后那边 地震得非常厉害 那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去 然后后来我说 那怎么去 他说坐直升机 OK 我就说好 我说好 那我就说 我还是要先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就带了一个医生 要去坐直升机 可能我看那个直升机以后 我就说 我没办法去 对啊 他说为什么 我说这个直升机 第一太危险了 我这么多人 离博的时候 我也是去了五十几个人 我的医疗器材 加上器材 对啊 我的医疗器材是 那个直升机在这个太危险了 两千五百公斤 我跟你讲 所以你们每次一出门 配备都很 我们都自己带的 重装备 我们都自己带的 像我刚刚讲的说 海地的话 还更重两千六百公斤 那离博到两千五百公斤 所以仪器要平 我们完全都 都自己带 我跟你讲 我们还可以做节肢 我们在海地的时候 外科的手术设备 那如果这又 因为我才二十五年 太多事情 因为假如如果 如果找到海地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到海地的时候 所有医院都倒了 只有他们国家医院 还有一点方讯 没有方讯 可是你绝对不影响 就像我讲的 一到下午六点钟 所有的国际上的医疗团医 都放假 停工了 停工了 然后他们就找我们 剩下你们还做 那好 我就说 因为我去了六十六个人 那各科医生二十几个 我就跟他讲说 好 那我们就分两边 就说白天的话 一半休息 然后一半工作 对 白天的话 就是工作到天黑 对 那另外一批人 一般就接下来 对 五点钟 到第二个班 就像台湾医院 两班制 三班制 医院急诊是两班制的 都是十二个钟头 对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一天24小时 我们录制工作 二十六个钟 因为有overlap 对 交接 那最感人的 就是因为晚上没电 那他们说 没电那你怎么搞 那有发电机 用发电机 滑电 对对对 然后 他们医院的话 因为很多 就像我讲的天黑了以后 他们都离开了 那有一天 有两个属于牧师的医生 OK 那国外的牧师级的医生 他们是牧师 但也是医生 他就来找我们帮忙 传教人员 他说你们虽然晚上只急诊 干嘛干嘛 可是那些病房里面 都没有去换药 也是要有人照顾 对 那要去换药干嘛 后来我们就找一群人 去帮他们换药 后来那个护士就会哭 他说 那一换药的时候都发丑 他说根本就没办法 对 就是一片混乱中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这个工作是 在国内也很少 能做到这种程度 那你再说一下 你这样25年来 对不对 到底已经跑了多少国家 我在想 我的国家都列出来了 是 我这每一个国家的话 我并不是说去一次 像是里亚卡菲律宾 当他们很稳定的时候 我都是去超过10次 我这里看到了 你遍布49国 我49国 亚洲有14个 然后中南美洲有14个 然后大洋洲4个 然后非洲16个 加起来的话49个 我并不是在创造国家术 因为我若创造国家术的话 你还可以去更多了 因为我们目前一年18次疫症 这18次并没有包括 像天灾这种海地 或者说 这个 这个出团很频繁 我一年18次 你等于不到一个月就出一次了 没有没有 应该是说 我从开始 就是我刚开始的 国内是到目前 民国80年到现在 每一个月 国内还在做 对都没有断过 国内每个月还是出一次 国外的话就是固定六次 六次里面的话 四次在亚洲 暑假的时候 一定在中南美洲 然后旧历年一定在非洲 那旧历年跟 就非洲跟中南美洲 这样安排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量 因为暑假的话 是因为很多人说 他要带 比较方便 然后他也想带小孩子 去了解一下 也因为这样子 见习 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有个医生 他已经是爸爸跟他 都是医生 他小孩子 练在台大化学系 已经都四年级了 本来三个小孩 都不应当医生 因为阿公跟爸都医生了 结果他就带他小朋友 跟我们去亚马逊河 去非洲 后来三个小孩子 也都学医了 全面去学医 但目前的话 有两个已经是医生了 那另外一个是说 他跟他爸爸讲说 我实在没兴趣 所以三个本来都 不念医的 现在是两个 其实是医生的 有感动 因为去看 做那种的工作 就是真的在救人 不是说我们平常是 医生有时候 在那看病 是给他董做一个职业而已 有收入 而且是固定收入的一个职业 但是真的到这种 比较需要帮助的地方 没有医疗资源的地方行医 那就是真的在救人 人命 那每条命都是活生生的救回来的 那实在是不简单 你这样49个国家 有的国家是去了好几次 对不对 那这样你看 我看你已经进行 390几次 等于快要400个T次的服务 那这个服务量是 我看台湾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大医院 有提供这么多的这个国际医疗服务 可能没有人赶得过你们 我想目前 我在想说我们是有病例的 一张一张病例的 累积了多少 大概有大概30万2263个 已经看过30万个病人 有病例的 那我们医者的天数有1859天 如果把它一年365天 大概是超过五年了 那医生 就医护人员这些 医工 那我们去的话 不是只是医护人员 包括医工也要有 对啊 大概有一万八千多人了 其实我实在讲 你没有讲 我不知道你们做了这么多事 实在是了不起 你看 而且你这个又不是政府机构 也不是医疗的 像医学中心的话 医学中心有人有钱 要派人出去简单 对不对 而且他有预算可以支撑 你这个都完全义务的 我们出去的医护人 要自己出机票钱 跟一点点生活费 是啊 所以等于大家是自掏腰包 来来做苦差事的 对 结果 这些人都做的乐在其中 我想 如果你带他去太轻松的地方 他们会抗议 他说会长 我们台湾已经看不完的病人了 对 不用再来这 这样去听什么 我自己 听口也不用 我都把这个半个月的时间 因为中南美洲跟非洲 大概都是半个月 有时候是 有一次去亚马逊 还将近一个月 他说 一出门一个月 对 他说我把我这个是休假 然后机票也省下 我干嘛来这个地方 感心 所以说他一定要说 让他觉得说 我花我的时间跟钱 值得 我要觉得做有意义的工作 对 我们共同的朋友 我是丹英行医师 我们今天在本门的刘起群医师 实际上不去 我们台湾有这种的牙医师 25年来 他做了一个团队叫做陆族会 陆族会 不但在我们都来 每一个三个片腕的所在 每个月 他都有医疗团处理在做疑劲 还要去国外 尤其是很多 欠医疗主管的所在 非洲 中南美洲 阿洲 一年这样 继续 出了六边 累积到现在 已经出团 391的提出 照顾超过30万的返赚 这实在是 很不简单 有时候一出 半个月 一个月 大家都自掏腰包 自己出非基票的钱 还有生活的费用 这实在是不简单 刘医师 我还请教 一开始 想到用陆族会这个名字 因为刚开始 平安心讲了 你刚刚讲说 为什么我们 很像致命度比较低 因为我们那个时代 那个所受的教育 叫做为善不欲人知 才叫正善 做好大事 没要放在就对了 对 很低调 那这个包括外交部有时候 就想说 你应该多说 我说没办法 当时的教育是这样 我说我也不想改变 那你如果 我说我多说的话 我会觉得说 很像自己 很像 很像 夸耀 做什么好事 这么多年来 我讲实在 这么多年 有很多媒体 如果有人来采访我 我都跟他们讲说 你从我嘴巴里面 只能问出七成 剩下三成 我们讲四十而已 没有夸大 我都讲七成而已 剩下三成的话 你自己去 去毕业 所以说 最好跟着你们出去一次 就知道了 对 那我跟你讲 最典型的就是 那个 以前 TBPS 那个 210 那个谁 是 李涛 李涛 李涛也是这样 我说那不然你去好了 你去自己采访一下 那这是国内 他说好 结果那时候他要去 我反而不去 他说 一般讲说 你去了 我会长应该 陪着你 对 就像你上三的时候 你看我故意不陪你 其实你当然都不知道 要你自己去看嘛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时候你是 我是故意都没有陪 但你去 都会动风话 你又有这种感觉 那李涛是我整个都没有去 他说 会长我们去 你怎么没有去 我说 因为我如果去了 你看到可能不是真的 因为会长来了嘛 那 就他们会做比较 特别认真一下 那我说我不来 你就是看嘛 看这 实际状况就是这样 那你爱问谁 随便你问 就能知道真相 那这就是我的风格 是 那你 我就刚刚问了 那陆族会 这个名字是怎么想出来的 那刚开始 我本来是没有接受 任何人采访了 那大概也是差不多 五年 五年了以后 要采访了 我 我记得我的印象里面 刚才采访 我都不接受 后来第一个接受采访 就是尹乃津跟王家瓦 一个东升跟TPPS 那我一旦 他们之前 要采访 我都没有接受 后来很像是王家瓦 我接受以后 我就跟TPPS讲说 那既然已经接受 东升列起来 所以那是第一次 那可是要有个名字 要有名字 所以你开始 还没有名称就在做了 对 那没有名字 后来就是 就想一想 后来医生就说 取了很多名字了 那我就是故意讲说 你如果不参加 你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我都很 那医生会名字给我 我就 故意抓两个完全 没有意义的字 都在一起 那久了以后 人家讲说 你是不是基督教的 那个路德教派 我说我们不谈 不谈宗教 然后就东讲西讲 那事实上纯粹 就是一样 就说 你若不参加 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那现在可能大家知道 又做久了 是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 取名这个陆主会 并没有特别的意义 没有赋予他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完全没有 但是这个很好 竹子在台湾是 大家都觉得很 有风格 就是说他是一个很 这个 要怎么说 大家对竹子的印象 应该是很好 那你们 这个团体 其实我想在国际上 比在台湾有名 有些跟我们接触的话 那当然 那没有接触 那令人别论 那事实上 后来我们现在很多在 我们的 我们比如网站里 有人讲说 什么竹子代表君子 什么 我说 那个玩家是 川草附会 以后就要上军 对 后来他们就 根据陆主这两个字 然后去 衍生的 我说我不反对 但是那不是 这个也不是高雄的陆主乡 对 还有人跟我讲 是不是你们是那边出来的 都没有关系 对 您刚刚也有强调 因为你们这个团体 基本上 它是跨宗教 并没有属于特别一个宗教团 而且也是跨领域 就是说 各个专业都有 都有 每一次 25年 25年 每一次一人 都是刚刚讲的 一颗牙颗 钥匙 检验 护理 最近还有中医 这几年有中医 也有志工 就是这样 对 在这个25年来 你有没有觉得说 特别 给你印象深刻的 当然每一次都是很特别 但是像你刚刚提到 第一次去马其顿 还有去海地 这个你就是一定 或尼泊尔 这些 有没有这种 真的让你觉得说 比较让你 老师常常会想起 那个画面 或者是说 那一次的工作 疫诊 让你特别觉得 印象深刻 没有 现在像你刚刚讲的 你刚刚问的 我还没来得讲 是 就是到亚马逊河的时候 那那个 我是从秘鲁这边进去 我不是从巴西进去 因为巴西医疗相对的好 我从秘鲁这边进去 那亚马逊河就是 它上面有两条河 一个是马拉宁River 一个叫说 Sennorans River 这两条河 开始会合起来 才开始叫亚马逊河 那我们就在这两个 两条 会合的地方 两个上面的地方 那秘鲁的海军就在 有住在在这个 两个河会合的地方 秘鲁海军有住在那边 那我们在那边 议者的时候 那因为他们 医疗真的很缺乏 然后有一次我们就 去到那边的时候 来看一个爸爸 就很气局败败 抱个小孩子过来 那后来一问 请翻译嘛 翻译讲了 又说当地的医疗 因为很落后嘛 就说叫爸爸 把这个小孩子 就带回家 就等着 就没有希望了 没有希望 那我们的医生 就赶快帮他检查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小孩子玩的时候 有一个枯树枝 插在脖子这边 那爸爸这边 那久了以后 当然过几天我就发炎 肿起来了 那肿起来就压迫到你的呼吸道 那当地的医生 连这个就很像 没有办法诊断出来 没有办法诊断出来 所以我们医生看了以后 就把他清闯 把那东西 那个枯树枢出来以后 然后就给他吃个极克抗生素 很快会好了 第二天就 他爸爸就会改修 哇跳跳啊 就是很戏剧化 讲起来是这样 可是没有去的话 可能这个小孩就没救到了 对 那这个我在想 因为我必须再强调 因为台湾事实上 医生这么多 那可是已经每天工作量 这么重的状况之下 好不容易有休假 然后他们也放弃他们休假 然后自己又支付机票钱 还有点生活费 然后跟着去那边去议诊 那重点就是在于说 他发觉他每次出去 就知道说 这个病人我没有来 他就走了 我来了他活了 他有救到人 对 那在台湾 他就觉得说 其实我如果休假会干嘛 台湾还很多医生 对他其他人还是 其他医生可以救他 但他知道说 我来这个地方 我没有来 这个人就走了 所以他很直接说 因为我来了 那另外一个医生 我觉得 有另外两个医生 我倒觉得这几年的讲话 很经典 一个是说 一个是感控的 感控说 书上有写的 这边都有 书上没写的 这边也有 可以看到很多 这个在台湾看不到的病人 对对对 就像北一的话 教寄生虫的那个中文证 他跟我们去的时候 他非常高兴 他从 我们就看他从早上 然后到天黑的时候 他还用手电筒 照着那个显微镜 让他反光继续看 他说 以前这些 Blasmere都是给人家买来 国外买来 或怎么样的 可是看不到病人 对 他在这边亲眼就看到 这就是有意思 这有一阵子 我们还有做 Blasmere带回来 那带回来 后来 就是抹片 我们听众朋友 那个 Blasmere就是抹片 要做抹片检查 在显微镜下看 对对对 那就看到是什么病 那他很高兴 那这是一个经典 就是说书上写的 这边都有 书上没写 这边也有 那另外一个就很简单 我说你自己的感触 他说 我在当医生 他就这句话 对呀 那不了解 你本来就是医生嘛 你在台湾天天在当医生嘛 但是不一样 不一样 感受不一样 对 他说我在当医生 我以前也是常常讲 我说 其实台湾最好是怎样 那个医生的训练过程 比如说你住院医师 做到第三年 第四年的时候 最好就是要去这种 偏远的地方 或者到第三世界国家 医疗资源圈圈的地方 去做个半年一年 你才知道 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病人在哪 对不对 我们以前读书 比如说玛丽 我们台湾是 一百年前的病 现在看不到 玛丽的病人 可是你只要去非洲 马上看到 比比皆是 对不对 八十几person的人 身上有这个 内举原虫 很多传染病 我们以前读的 像你刚刚讲 寄生虫的病 现在都要到 这些地方才看到 所以你在台湾当医生 不是真的说 你什么病都能看 很多病你看不到 所以 我觉得 台湾的训练的医生 去到全世界 其实是 很好 而且还可以去 学很多东西 讲到这边 我几年前 有一次跟一个 我不要讲名字 有个医学大学的 董事长提 我说现在人家 讲到热带医学 就讲到说 到英国 到泰国 英国也从台湾 学很多回去 那我想说 我有 我们有这个机会 能够让台湾 成为也是热带医学的 重镇 对没错 但是后来他说 因为我们的师资不够 那他就问我说 用什么方式 我说我每次到中南美洲 那病人 最多是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 我们大概那时候 也去了五十几个人 然后看了大概八千个病人 那我们的记录是在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本来一天最多 一千五百个 后来到被马达加斯加 超过了 超过了 大概一千六左右了 那我们每次出去 至少都两三千人 最多到马达加斯加 八千个 这次的我病例 不是最怕说的 我说我们可以random 不过南尼老少 我每五个或十个 我就给你抽过血 做成Brasmere回来 那很多病 你可以在里面看到 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话 那如果政府又有心配合的话 或医学院有心配合的话 那就是很容易 就等于热带医学的重症 我告诉你 那个英国的热带医学校 那个创办人 就是从台湾回去的 真的 那个医生是 以前高雄骑金 被开放为通商港口 清朝的时候打败战 开放通商港口 结果英国人取得高雄港的管辖权 所以英国军队在那边驻守 那边有一个英国领事馆 现在去高雄玩 还看得到那个英国领事馆 150年前 那英国人他就需要在那边检疫 因为船只进出 就最怕传染病 所以英国人就要派医生 在那边做检疫的工作 同时替英国士兵看病 这个医生 就是后来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始者 因为他就是从英国来到台湾 在骑金看病人的时候 发现很多 在英国没看过的病 他就写了很多报告 回到英国的杂志上 后来英国人就是称他为热带医学之父 后来他就是在伦敦 设了一个热带医学校 所以其实台湾本来就是热带医学的发源地 这个是很有意思 我们以前那个高雄医学院的创办人 杜聪明博士 他在高一的时候就一直要设热带医学研究所 为什么后来 我就讲我们后来就不重视 你知道因为我们都跟着美国 然后是走那个尖端 现在但是呢 真正第三世界国家的很多 最需要的 我们就不重视了你知道 其实很可惜 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一点 我觉得现在去做议诊 就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那平良心讲 现在有哪个团体 就是固定一年会去国外六次 还有包括中南美国亚洲 我很建议这一些大医院 医学中心的这一些住院医师的训练 应该要加入你们这一块 好 那我就讲 跟着你们去一定学到很多 好 你这样讲 你至少说我刚刚提过 有个阿公跟爸爸就当医生的 然后他不想学了 是是 如果还是去看着他们做什么 就受感动了 对两个就去了 这个是很好的身教 也是一种很好的医疗的教育 对 那你刚刚讲说 那个医学院的学生陪着我们去 那我想说 可能我所知道的 我杨明当时我在议者的时候 那我们有个义工 那他是医学生 大概三年级的时候就参加 后来他到了实习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好要去亚马逊河 他就很想去 他又跟着来了 可是他在实习医生 不能走啊 不能走嘛 结果我说没关系 你去跟 我说你们学校是比较年轻 跟这些老师讲讲看 结果他们消费 通过让他去了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当时的 我认为我当时也跟他建议 我说因为你们学校比较年轻 那这些年轻的老师 应该会有比较年轻的想法 然后他是说没有错 后来学校讲说没有错啊 因为去的这些医生 也都是台湾合格的医生 你在医院也是这样学习嘛 太好了 那不如你就去 但是他有个诞书啦 就是说你请假期间这个月月 你回来的实习还要补啦 除了补以外的话 你还要做个报告 对对对 那最后他回来学校 他就跟我讲说 会长会长 我们学校那些老师要问我 那我该怎么说 我说错了 你就照你想说 我说你站在一个学生的角度 对啊对啊 你看到什么 你就说什么 对对 你都不要 对对对对 我说让他们知道说 你去了收获是什么 对对 不要管陆主会的立场 你都不要 也不用替陆主会说什么 你就讲说 你看到什么 你感受什么 说出来 OK 刘一世 我们下礼拜继续好不好 因为还有很多故事 还没问完 好不好 拜托拜托 再来一次 好不好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这里要告一个段落 可是我请你下礼拜 再来上我的节目 我们听众朋友 这是很难得 保贵的经验 台湾有这种团队 在做这么好的工作 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 今天感谢大家收听 谢谢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